这个星期我看了一个中部20经和老师的一篇文章 也是关于五云的文章 然后我突然理解清楚了 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他佛法其实讲就是说 我们六根通过六根摄入的信息 是通过五云五种互动方式产生哀乐 加割自我 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他这个五云讲的是一个现象和互动方式 而不是指我的五个组成部分 对 这是一个性得 那第二个相应的产生就是怎么关 我们平常讲的这个会关会关 根本不是讲的这个是关这个十项的生命 而是关这个五种现象 他的无偿这个口和非我 以及更重要的是关这个五云的集合面 对 这是第二个性得 那第三个性得是这个就是裂盘 裂盘是指的 指的是我们对这个六根收入的信息 不再有不再把它做 任何信息作为这个自我的一个食物 作为食物来这个叫什么加割自我 那么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无由放手 我是这样理解的 不像老师 这就是我的这个星期的一个心得 是 这些基本上 当我理解了这个心得以后 我也感觉我这个修行 感觉下次找到很好修行 我就感觉很容易 就是说无论现在有一步也就是行速做 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而不是像以前追求一个做的知识 或者说行动的时候 走路查理的时候该怎么做 我觉得现在很容易 就感觉到修行就是不是那么太 比较好操作了 是 就是 更重要的就是说 你一直去探厌它 所以让这些心得就是 越来越少理论化 它越来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感觉 它的那个消化苦的力量越来越正确 然后那个修行的方向越越清楚 就是这样子 其他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对啊错啊的这种问题啊 你如果是一个很认真的修行者的话 你就是我继续在生活中实验 来确立 来确立它的真假 不必一定要说要 一定是听别人讲的 那个每一个人他对于 那个解脱的形容法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他当然他 他有他的共通的地方 可是他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些东西它是不是变得 越来越正确 那如果他是越来越正确的话 你就越来越不需要 这个 透过理论上面去给他解说 你越来越能够在自己身心的动作上面 直觉的去感觉他 就好像是五蕴的问题 那一般的人 如果很把它哲学化的话 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为说是 组合其自我的五个元素 你越看他的话 你越容易看到说 为什么五蕴它叫心形 你越容易看到说 这五个蕴 它每一个蕴它都有抑制的成分在里面 它其实你很难讲说是 它发生在你的心里 或是心发生到它那里去 它就是一个活动状态 它就是一种心跟境界 揪在一起 纠结在一起 缠在一起 参与在里面 的一种状态 所以佛教讲的那个极灭 它最关键就在讲这个 那个纠结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这个现象 它是怎么推动的 那他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说他关声念处的时候 或者关心的时候 他会let go一些不好的 不开心的事情 后来呢他就发现 他在现实生活中 他的记忆力会有点不太好 就是 譬如说他看书好了 因为他要看许多那种IT的书 他发现他就没办法记东西了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 OK 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定 因为关于记忆的这种东西 太多的变量在里面 像这个在心理学里面 我们人越老 我们的fluid memory 越退失 然后我们的crystallized memory 会些微的提高 这fluid memory 跟crystallized memory 它的差异 是有一点难解释的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好比说 你又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那么你变通自己 学习一个语言 学习一个新的记忆 去开拓那个内心里面新的轨迹 它新的那个走道 你这方面能力会比较强 就是这种fluid memory crystallized memory 它比较是 就是说你 已经获得的资讯上面 你有更强大的能力去统整他们 然后透过统整之后 整理出智慧来 然后所以你的 虽然你学习新的东西的能力退化了 可是你在贯彻着你知道的东西上面 你越来越容易有效率 越来越知道怎么是神力的做法 这一方面就是记忆才会提高 所以以前古代传说 说修行的人 记忆会退失 然后智慧会增高 这个能在一个程度上面是真的 可是它也不完全是这样子 为什么说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因为 那记忆它直接 它跟那个正念的功能有关联 那正念 你从一个角度来看 它什么叫正念 正念它就是一种mental rehearsal 它就是在心里面 你不断在演练着 不断在意识着 不断在把持着 某一个主题 意思就是说 你一直在复习着同一种programming 那因为你复习了这个programming 所以这个programming里面它的 那个内在的那个技巧 你会越来越熟悉 然后你越是最近在心中 有rehearse过的东西 你的那个记忆越是refresh 然后它越是清醒的 它越是容易 就是说它那个退失的速度 是越慢的 那所以理论上来讲 那个修行员 他应该是脑筋越来越清楚的 他的那个脑筋清楚 他表现出来的 不是只有说 好像初世间的智慧的清楚 那甚至他做事情上面 他很容易有条理 他很容易知道 怎么样是有效率的离苦得乐 的手段 但是呢 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说 你大小巨细尼移的资讯 你都能够议持在心 因为有很多很多 我们意识在心的那些事实 那些facts 那些data 那些资料 它不一定是relevant的 所以为了省力的原因 所以很多这些data 会给释放开来 那你的朋友要怎么样知道 他的这个激励退失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一个简单的一个 检查的那个方式 就是 他有没有记得重要的东西 你不重要的东西 你不记得 那是没有关系的 好像那个小的时候 我有那个 阅读百科全书的那个经验 那百科全书里面 很多很多的那个词讯 我现在是一点都不记得 就好像是从来没有读过它一样的 但这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坏事件 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件 绝大部分的那个词讯 它是没有用处的 那crystallized memory 它是怎么样 它是不断的把那些跟你现在的方向感 跟你现在的价值观 跟你现在要处理的核心的问题 有关联的那些data 一直在新 不断的把这些东西extract出来 不断去explore它的new meaning 去发掘出它新的意义 去发现到你操作它的新的界面 那这一方面的记忆的增强是很重要的 一个健康的一个修行人 他在这一方面的能力 你应该是要增强的 我就是不会想要去读它们了 我该如何处理这些经典呢 或者打印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 how to dispose of them 对 因为他们说 经文是不能随便 不知道 经文只有在被你阅读的时候 它才有意义 没有被阅读的时候 它就是纸 所以你不要刻意的去求读它就好 所以你就正常就是recycle它嘛 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刻意的去求读 我讲的你不要刻意的求读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刻意的求读一个东西的过程 你在强化某一种心形 如果你不尊重佛法 如果你允许你的内心 有养成这样的习惯 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它变成一个种子 它会让你未来的你 在某一个方面 是轻视是忽视着佛法的 就像是一个人 他若对于一个坏事情 一个恶视 他掉以轻心的去做它 他种下来这个种子 就是说他以后 他会更会为这个坏的事情合理化 更容易会为这个事情合理化 然后我们的心就像河流一样 before you know it is escalated to an avalanche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 你只要这样子轻忽不小心 很短的时间这个心 它的那个积累的那个力量 它就把你冲刷到不可预知的未来 然后那个未来 如果你不是在佛法的刚领 在佛法保护之下的那个未来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的未来 你如果被冲刷到天堂 那个天堂只是堕落的开始 你如果去冲刷到地狱去 那地狱 地狱当然是不好的 所以那个 你只要你没有刻意的抱着那种 求毒的那个心 的的话 你就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纸 recycle 不好意思 求毒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 刻意的去disrespect他 像有的人他 我举一个例子 我看过有人 他非常轻蔑某一个经典 我以前有个朋友 他在某一个佛教的团体里面 他受到很深的伤害 他因为这样很深的伤害 transference 他就对佛教有很大的那种怨恨 那种怨意 他觉得他有一辈子被佛教骗了 其实实际上他就遇到了一个 让他失望的老师 那偶像破灭了之后 他这个人他就跳到另外一个极端 他变成怨恨这个宗教 然后他就求毒佛经 他就把那个家里面 本来有那个佛经拿出来 就是等于是抱着一种愤恨的心情 来烧他 甚至去跟人家开玩笑 就说这个东西就像是插电纸一样 拿来当那个卫生纸一样的使用 这个就是求毒 这就是你抱着一种恨意 抱着一种不尊敬 抱着一种鄙视 你只要不是抱着这种心 你就说这个佛经我不需要了 我的心态是我 我就disagree with 哦 那你稍的大概 或者你要处理的应该就不是真的佛经吗 是不是 那就要处理世界的一般书一样 是不是 还是你是要处理哪一个佛经 让你这样子feeling disagreement with 不是就是一些 譬如说现代人对阿含经的解释啊 就是 对 不是那么到位 就觉得不想去读 因为以前不懂买了 然后 所以这样子我就不想留在家里 你讲这个问题很臭巧 因为我今天早上才把一个 我自己读得很不到位的阿含经的解释 拿来那个compost 所以我处理的方法就是我把一个一个 我认为一直在我主观认知里认为 基本上就是一个垃圾书 拿来把它当作是垃圾书 就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而已 然后我不在乎说我囚图这样的书 我不害怕说我对于这样子的资讯 如果表现不尊重的话 这对我的未来有什么影响 我心里有没有害怕有没有依据 你不太理解无有爱跟那个珠型指吸的差别 因为比如说它有一个无有爱嘛 它也是希望说未来这些有都不出现 那珠型指吸它 比如说你证了阿罗汉之后 是 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法就是驱破感 涅槃珠型指吸它是没有驱破感的 你心没有被那个河流推到哪里 你的感觉不是说你是在随波逐流 所以你经验的时间 你的自我在经验的一个故事 你的自我在哪里出生 在哪里老化在哪里死亡 所以珠型指吸它是那个驱破感的指吸 无有爱它就是一种驱破感 什么叫无有爱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应该知道那个Sandy Hook High School的那个事情 或者Columbine 美国的那个校园的大屠杀的事情 好比说那个Columbine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校园的 等于是大屠杀的这样一个惨案 犯案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有小学生 有的这样的惨案是高中生 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 他们在很小年纪的时候 他们有忧郁症 不只有忧郁症 他还有自杀的倾向 然后有的人呢 他们对于生命的价值是如此的怀疑 他们的内心对于生命 对他们的伤害是如此的不能够原谅 他们就是从那个角度来讲 他们变成一种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就是说 他不再相信生命有任何的意义 他不再相信说有任何种的一种善 有任何一种任何一种种的秩序 任何一种的生活形态 他本来是值得去尊重去维持去保有的 然后他就倾向于毁灭 那他的做法他不是只是自杀而已 他就说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烂 我对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愤恨 我在自杀的过程里面 我怎么样的能够多杀一些人 所以Columbine事件的那个人 他是那两个犯案的那个小朋友 他们是高中生吧 假如没有记错的 他不是只是带枪而已到学校 他是带了一整个书包的弹药 他怕他在杀人的过程里面 他弹药有用尽 所以不能够杀够多的人 拉他们一起到死亡的世界里面 他是准备的非常的周详 他要死之前他的日记里面画满了那个地图 他要怎么样走 他要去什么地方 他才能够造成最大的破坏 这就是无有爱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无有爱 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无有爱 就是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的 我如此的痛苦 我恨不得把自我毁灭 我想我们人生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每个人应该都有经验过无有爱的 有的时候啊 你在某一个场合里面 你会觉得恨不得有洞钻进去 我对我自己是如此的恼怒 我对于我的所作所为 我的这个人是如此的鄙视 我恨不得 我宁可我爸妈从来没有把我生下来 那种心情就是无有爱 它是有曲破感的 你是被挤压的 你是情不至今的 要从一个地方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无有爱跟 诸行极灭的差异 我听了您的那个录像 然后上面讲 对于自我它有一种位格 一直不懂那个位格是哪两个字 比如简单的来讲的话 你想想看嘛 你那个 你钻到梦 梦境里面的时候 你扮演那个角色呢 就是你的位格 所以好比说你做梦的时候 你在那个梦里面 它是怎么样 它是 好 你一直在赚钱 你钱多到你可以盖 超级漂亮的房屋 你可以对 你可以对其他的人类 那个指一气使的 然后你心里一样 钻进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这种欣然的钻进 有乐感的 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嘛 那个做梦做一半的时候 忽然之间醒过来了 然后醒过来 就是哎呀 好梦才刚刚做起来 怎么这个时候醒过来 有的时候你还不太记得 那个梦的内容 你心里隐隐约觉 有种遗憾感 那个甜头还没有尝够 就是你刚刚在 要准备进入一个位格 或者是已经在那个位格里面 然后你舍不得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 那个角度来讲 我们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河流 他常常他会莫名其妙的 他会钻出一些记忆来 那记忆他常常是不情自来的 也就不至今的状况 这样你不然回忆起一个 你过去做的一个 你觉得很丢脸的事情 那你很懊恼的事情 那你想到你就会不好意思 那你想我怎么过去 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会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反应 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那个呼吸都绷起来了 就是因为你心专入到一个位格 位格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自我感 就是某一种情境 你在那个情境里 你扮演的是某一种角色 你有某一种自我认知 你有某一方面的东西你在保护着 你有某一方面的食物 特定的食物是在那个位格中你在吃的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 有的时候你修行觉得很懊恼了 你刚刚才静坐完 就去夜市看到好吃的东西 大吃大喝的完全放纵自己 吃完了之后你心里就很觉得 我怎么那么糟糕 反正都已经大吃大喝了 干脆就豁出去了 赶快趁这个机会豁出去了 你刚刚在静坐的时候 那个感觉自己很庄严 自己是一个认真的 庄严的 让自己有自信的 那个禅修者的身份 忽然之间不见了 你在取而代之的时候 赶快利用这个 豁出去的时间 把那个票一次 把那个票价把它赚回来 多去吃一点好吃的东西 要不然等一会儿 那个庄严的自我回来的时候 我没机会吃了 我们的心里面它有好多个不同的声音 好多个不同的角色扮演 有的时候某一个角色它冒出头来的时候 伴随着那个角色的那个冲动 它的那个要 它的害怕 它的欲望 它的意向 跟其他角色是不一样的 然后每一个那个角色 它都有一个习惯性 伴随着它的要 伴随着它的业力 然后那个都是 往往都是形势敌人强 你一旦你允许你自己 钻进那个位格里面的时候 那角色有的时候它是 很强大的一个角色的 它就像是在你身边 一直哭的婴儿一样 你不得不喂它东西 你感觉上你是没有选择的 你只能够喂它东西 你只能讨好它 你只能姑息它 这个叫做喂格 你只能讨好它 我听了之后 就经常会发现自己 就是会进入到自己 对自己的一种印象 或者说这种味格上面 那当我觉知 觉知到这一点的时候 在禅修上 应该怎么样调整 就是觉知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 要怎么样才能让这种 味格得越来越降低呢 现在是 觉知只是开始而已 觉知不是禅修的 你一定是先需要觉知 你才能够有 接下来采取的手段 佛经验教的 他都不是讲说 你只要觉知就好 当下的南传佛教王 他就叫你觉知就好 佛陀的教育是很完整 他觉得觉知是不够的 你要认知到不同种味格 他的未患离 他的极涅未患离 什么是极涅未患离 你要知道 是什么样的处阴 造成这样的味格 你那个吃东西 会暴饮暴食 完全没有节制 的那样的角色 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 才冒出头来 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 他会被瓦解 你要对这个越来越了解 所以你越来越知道 怎样不去参与这样子的味格 然后那种良善的那种味格 好比说在禅修的时候 你是奋不顾身的 全然投入 非常认真的 非常谨慎的 庄重的 这样的味格 他是怎么极其的 你要怎么样保持它 你要怎么样让这样子的人格性 越强壮 让这样的那个声音 在你的那个众多的那个声音里面 是那个最有支配性 最有知识性的 最经常出现的声音 你要知道它的极灭为患你 那就知道这个味格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忽硬地去瓦解它的病原生 那就要符合那个行动心理学 对不对 像那个想吸烟 想在吸烟之中放纵自己的那个人格性 它的极灭为患你 是什么 简单的来自 你可以透过观察 你现在有一个觉知 你发现到 你焦虑感一产生出来 你压力感一产生出来之后 你那个解除压力的方法 习惯性的就是要找烟丛 习惯性的就是要依赖你古丁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极有很多 像那个文章里面我们有提到 它里面是多方面的 社交层面有它的极跟灭 你的态度层面有它的极跟灭 甚至你的饮食 你的睡眠方法都有它的极跟灭 所以这吸烟的这个部分 社交的层面有它的极跟灭 你老是爱跟那些吸烟的朋友和在一起 他们一和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嫌疾无聊就是人手一烟 你在那样的环境 你怎么能够不受影响 形势比人强 你不要想说我跳到河水里面 跟这个河流里面打架 你要想说我眼前我要过什么样的种 所以以后的那个水流会变成什么 你其中的一个做法就是 我要去建立起一个好的社交圈 损友我尽量要跟他保持距离 因为我知道心是别人强 我知道这个心是非我的 我不能够勉强我自己说我一切就是靠我的意志力去选择 意志力是不可靠的 你智慧越高 你越会发现到那意志力就是一个组合物 它就是一个业力的组合物 它就是一个形势比人强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知道善巧的怎么样去跟这个 去导引这个业力 你不是只是靠意志力去征服它 那样就是压抑了 那就不是一个善巧 所以在社交层次上面有社交的几个面 你要去留意 态度上面有态度的几个面 心形上面心形上有几个面 吸烟的那个态度 认知上面几个面是什么 简单的来讲 你真的珍惜你的健康吗 你真的知道吸烟的害处吗 你真的知道我们人生是多么的短暂 然后你要有这个高度清醒的内心 然后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资产 你真的知道这个吗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好好地去知道 透过各种的管道去知道 然后这是态度上面的 心形上面的话 对 当那个吸烟的冲动感 起来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延缓它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跟它打太极拳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缓冲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的用更高的安乐感来取代 那个尼古丁的安乐感 这里面都有几个面啊 所以它不是只是觉知而已的 中部三十六经它说 不就是色寿产生的时候 它是说是身没有修好 然后主寿产生的时候 但是是心没有修好 对 你觉得有点蒙面 OK 好 中部经 基本上 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它差不多有 很笼统的这样讲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到百分之八十的部分 它跟长部经 是所有的尼科耶里面最晚出的 最晚出的 所以你如果看好比说中部四十四经 Dammadina它的那个问答 它的那个问答的模式 还有问答的方法 基本上都是阿比达摩的味道 它里面它解释这个灭禁定的 那个解释的方法 这是很阿比达摩味道的 然后呢它里面它把这个佛法 把它很教条化的归类 哪一个是属于哪一个 好比说随便举个例子 因为它里面讲一问答 它说三学是归附在八正道底下 还是八正道是归附在三学底下 这个在早中之早的精神 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归类 佛多他就是很平时的 直接讲一个具体的问题 这种教科书式的 这种所谓的Catechistic formula Catechism 就像是那个天主教它的那个问答书 每一个问题 人经常问的天主教的问题 它都有一个ready made 一个既定的官方的版本的 一种回答方式 那个没有受洗的婴儿 会不会下地狱 Catechism讲说 不会下地狱 可是会进炼狱 你一定要受洗 婴儿一定要受洗 不受洗婴儿 它不能直接上天堂 它就是一个教条式的 它是绝对的既定的 这种问答的方法 这是一种Catechism 这种问答方法 越晚出的经典你越常看到 那我的意思也不是说 所以中部的经它就 你就都不相信它 基本上而言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九甚至 中部的那内容 它跟最早的内容 它都有很高的一致性 它基本的修行方向和原理 甚至技巧上面 它都非常高度的一致性 可是中部经就像长部经里面 有很多的东西 你最好是参考 像长部里面 已经出现了弥勒的信仰 对弥勒菩萨的降生的预言 这是原始佛教 这是原始佛教不可能讲的东西 原始佛法在佛陀的教育里面 未来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百分之百预言的 如果你讲定了 弥勒菩萨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下来来到人世间 佛法它只能够呆在人间 多少多少万年 一万年 这表示你如果了解蝴蝶效应 你就晓得 你如果能够预言得了这个事情 那表示未来的大小巨细明义 所有事情通通都注定了 通通都已经锁死了 我们现在我们不管多么努力的 要维护佛法 佛法它消灭时间都已经是注定了的 这佛法它是它不接受这样子的认知的 这种命定论的 所以弥勒信仰的那个教法 它跟原始佛法教法上面很高度的不一致心 然后那个中部经里面 那个有一部经要人家要求 你信佛就是要相信佛有三十二相 有人他这个跟佛接近很久 三十二相通通观察到除了一个 那个很不方便观察到的 这边都是成人 我们可以直接讲 就是马英长相他观察不到 是荒谬的经典 这个都是很明显是晚出的 而且你 这也不是只是说主观上面判定 它荒谬它就是晚出 而是你透过其他的学术的管道 可以辨证出它的确是晚出的 关于静坐时产生的一些问题 就是上个礼拜有说那个光嘛 然后呢我这个礼拜的时候还是有 然后有一次的话就是说 浑身都是白光亮光 但是我就感觉好像都快要断气了 所以说我就 就只有一次然后我就退出来了 那我就说这个要怎么 你如果快要断气的话你有没有记得呼吸啊 还是你是隐隐约中在憋着气啊 我就感觉好像呼气呼不过来了那样子 那你如果是认为说这是一个那个白光造成 我认为说是不必感的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它真的是跟白光有关 每个人的观是不一样那你就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可是 它 可是它会自己跑出来 是 是 好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呢 你的这个 觉得说快要断气 这是一个 说老实话 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那一定是你的 调洗上面 你的这个基本的念头上面 有什么东西忽略了 好比说你没有在很通差很自然的呼吸 你是隐隐约下意识的在别起 隐隐约约的可能 一个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呢 你心里有一个既定的呼吸的模式 你认为说呼吸它一定要短要浅 要归息 然后呢你不断的下意识的 再给自己指令 要去服从这样子的 要去服应这样子的 要去服应这样子的那个呼吸法 所以你造成了这样子 那 你可以透过调整你的心形 具体来讲调整你的呼吸法 调整你对呼吸的认知 你是怎么样认知这个呼吸的 这呼吸它是什么样的影像 有的呼吸它是个气流 从鼻孔跑进跑出 这会产生那种感觉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 你说呼吸 全身在呼吸 你观察不是那个气流在鼻孔跑进跑出 你观察的是呼吸造成的全身效应 它的那个余波鸟鸟 它那个造福在身体 那安抚的是你全身 整个神经系统 它都被那个呼吸的安抚性照顾到 它都被那呼吸的饱足感照顾到 这又是另外一种效果 我不是讲说后者它是百分之百的对 可是一般而言 那个后者它产生效果 它产生出安定度满足感 会比前者更高 所以你要懂得去调整 你对呼吸的认知 你参与呼吸的方法 使得那个什么快要断气的那个现象不出现 好 然后那个白光的这个问题 好 你每次进去它的出现 那表示说这个是一个 对你而言它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很容易把它呼唤起一个东西 那你要知道怎么善用这个工具 你要怎么样善用这个工具呢 我再提醒你一次 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提醒 你如果忘掉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讨论 或者你还问你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白光啊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就像是修安纳班纳念的人一样 他那修安纳班纳念 它的主题实际上不是呼吸 你看那个十六圣行 它的主题都不是呼吸的 那个呼吸只是在背景 在提供给你一个framework 好比说十六圣行其中的技巧是 体验全身放松 你是在被呼吸笼罩着 或者被呼吸按摩着 在感受着那呼吸的全身的效应 这样的背景之中 进行着身体放松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今天在观心里面这个河流 可以配合着呼吸 十六圣行里面 呼气的时候观察心的河流 吐气的时候观察心的河流 你那个主题观的 其实不是呼吸 可是你是在这个呼吸的效应之中 在这个呼吸的背景之中 观察你的心的河流 什么叫做呼吸是背景 你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理解它 看哪一个角度对你有帮助 你可以想说你一边被呼吸按摩着 一边在观察着 内心的河流 你可以 那个 正在得到那个呼吸的滋补效应 然后一边观察着河流 然后一边观察着河流 同样的 那个白光出现的时候 那个白光它可以不是你参观的主题 可是它是你参观的背景 它提供着一个情境 然后你是在这个情境之中 在做思念主 这个白光它会提供什么样的背景 好比说你如果你刻意的留意的话 你会发现白光它可能对你在你的主观里面 它有一种让你的心变得更清醒 更清楚的效应 更清醒 更脱离开昏沉感的效应 所以呢 你就是在这个亮光之中 心非常清明的在知道着河流 我们用今天的这个技巧来做比喻 或者是你可能可以留意得到 这个白光它有安抚 它有照拂着你的效果 它很特别的温暖 所以你可以是在这种幸福温暖 这种饱足感 没有匮乏感的状况之中 修思念主 你的禅修最好的主题 就是思念主里面的主题 思念主里面的主题 具体来讲就是十六圣行的主题 把那个白光当成是工具 你可以在某一些时候 特别强调透过白光 让自己安静 可以这样 可是不要偏废它 不要在大部分的时间 这个都变成你的主题了 因为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主题 比这个更重要的主题 就是了解你的动作 调整你的动作 释放你的动作 那个是禅纳 正定 四念主 七觉知 佛法里面最重要的 那些修行道品里面的主题 都跟这个有关 那就在那个程度上面使用它 如果这个白光它没有办法 它完全没有办法在任何的角度 帮助你 在这方面提升你的的话 那就只好放弃它 那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 我们可以再继续谈 怎么样让那个白光不要再产生 如果那个白光它每一次出现出来 它都没有办法注意你 提升你在这一方面的禅修 它就是一个干扰 那梦瑟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它完全不要出现 那我不太会我就练吧 它是这么说的 它说那个师尊告朱比丘 当说圣法应 即见清静 低听善思 若以比丘做事说 我与空三昧未有所得 而其无相 无所有 我知道这次 对对对 好 我想问的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次序 它说了 它说你如果没有得空三昧 后面的那个无相和无愿 就无法达成 我对这个不是太清楚 想问问老师 OK 好 这个经文说起来是蛮复杂的 这个大概是 《扎含经》里面 最复杂的几部经之一 它基本上呢 它把三种解脱门 跟三个法应连结在一起 然后呢 它讲到 如果你有空的成就 那么那个无相跟无所有的成就 就会是真实的 这就是一种清静 脱离开我慢的三昧 如果你只有无相 然后只有无所有 可是却没有空 那么这就是不能够离慢之见清静三昧 实际上我在《非我》那篇文章 有很详细的讲过 这牵扯的好几个 比较专门一点的术语 所以我可以大致的谈 然后你如果觉得听不清楚 好我们可以 要么就是继续讨论 要么就是以后我们找另外找一个时间讨论 我大致的这样子讲 它这个经文它实际上省略了很多东西 它没有讲 第一个东西呢就是 如果你修无常观 然后呢这个无常观 它没有达到最高的效果 根据这一部经的讲法 那最高的效果就是断除我慢 我慢大概是所有的烦恼里面 最难断最后断的 人家就是阿罗汉断的 三国的圣人都还有我慢 这边的我慢简单的来讲就是 一种那种直觉的囤积感 有一致感 有那种还有参与的 参与到境界里面的动机 跑到那个境界里面去跟那些动作 跟那些境界发生关系 要产生出这是我的情境 这是我的世界 这是我的范围 我的心现在伴随着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被我所知道的 这通通都是我慢 那这是最深细的烦恼 这是最后段的 那如果你光是修无常 光是修苦 没有做到我慢清净的的话 这就是没有离慢 那这部经为什么 我刚讲它为什么用复杂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实际上跟其他经有一些矛盾 看起来 起码看起来像是矛盾的所在 因为有一些经 它讲到 有一些阿罗汉 它光是修无常观 它光是修苦观 它就证得阿罗汉 它没有修非我 它没有修无我 它直接它就能够断除我慢 那所以这部经 它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就这部经应该怎么样理解 如果要看详细的话 你就读一下那个 我那个非我的那篇文章里面 有很详细的 比较详细一点的讲 这个看起来像是矛盾 可是实际上不是矛盾的地方 简单的来讲的话 为什么它不是矛盾呢 就它这部经它讲的 并不是说你非要修非我不可 它纯粹只是讲说 好假设说你只是修无常 你的无常必须要修到 它是跟空解脱门相应的 也就是说要修到 般的我慢断除 这样才算是最高的解脱 如果没有的的话 你的那个修无常 你没有修到 它能够撼动我慢的地步的话 它要嘛就是 还没有证得四果的解脱的程度 它要嘛就是一种 完全就没有进入到 初世兼法的这个程度 就是那个就是两个厨师 他们为国王和大臣准备食物 他们都做很多的东西 但是第一个厨师呢 他就是不能够就是 博得国王大臣的欢喜 而第二个能 那唯一的区别 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是说 就是说那个第二个厨师 他pick up a theme 对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picking up the theme 在这个地方的用法的意思 就是说 他有没有能够善于观察 了解 国王他对于饮食的好物 他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这个叫picking up the theme 这个theme Nimita 它在不同的 context 它有不同的意思 然后基本上 它的一个共同的意思 就是你当下该留意的主题 通通都叫做theme 当下你该留意的主题 所以在对于一个替国王煮饭的厨师 有一个royal chef 他的theme是什么 他的theme就是 他透过观察这个国王 他的吃饭的那个方式 好比说好 我煮了两道菜 他把那个辣味的那个菜 吃得一干二净 那个没有辣味的菜 他很少去动它 然后if you are someone who's picked up the theme 那我们就知道说 哦 国王他 很有可能他是 比较喜欢吃辣的食物 然后你可以再透过 以后继续的观察 越来越能够证明 你的observation 所以同样的禅修者也是这个样子 只有为什么说禅修者 他不是只是观察而已 他还要怎么样 他要intelligently respond 他有聪明的对应 聪明的对这个进阶对应 禅修不是只是呆呆的活在当下 只是在当下这样一直观 他的那个观是为了更高的目的 那观不是只是为了观 所以你接下来你要怎么活动 你更知道 你的那个离苦得乐的那个方式 变得更有效率 更精准更正确 我觉得还是不太懂 就是说 比如说我在 就比如说今天 我在禅修 我们在禅修观察的是这个心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 对吧 嗯 我们的那个主题呢 在不同的时候它都不一样 随区 但是 但是 我再把这个问题说完吧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cook 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在禅修的时候 比如今天我没有 不是今天的禅修 我自己再做一个禅修 然后这时候呢 我可能 就是一会看 关一下这个 一会关一下那个 就是说 不是那么focus 就是尤其在初步的时候 出 就最初的阶段 那我就是说 是如何来pick up theme 来就更适合自己后面的进展呢 OK 你如果要能够 很善巧的picking up the theme 的话 第一个要先对于佛法这个系统 知道的很清楚 所以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 你知道你的不同 时期的目标是什么 你眼前你的修行上面 该强调的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部分的theme 另外一个部分的theme 是在你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你该留意的是什么 好比说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不能够入神定 所以的不能 不只是说你没有能力入神定 而且你不应该入神定 那开车的时候入神定 那就是you're not picking up the theme 开车的时候你的禅修的方式是 你让自己更清醒 你可以留意着你的触感 你可以做深念住 可是你有好一部分的注意力 都是放在了解路况上 知道你在怎么样操作这个机器 这是picking up the theme 这个是picking up the theme 然后你在目前的修行的阶段里面 你最应该强调的是什么 你自己要知道 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 如果你是一个 对于禅那的快乐 已经很熟练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样的 能够把禅那的力量 转变成为更强大的放下的力量 那一方面你的禅那会进步 你会从初禅进化到四禅 或者甚至是你在初禅 你的初禅会变得越来越善巧的初禅 所以你一方面的禅那会越来越进步 另外一方面你的初世间的智慧会越来越强 如果你是一个对禅那都不熟悉的人 那么你应该要熟悉禅那 如果你不熟悉禅那的原因 是因为你现在的心 在经验着某一种特别大的盖帐 我们的心它只要有一个盖帐 它就会一直破坏着你的安乐感 然后我们的盖帐呢 它是一直一直重复性的 所以现在有的人 他有很强的那个盖帐 就会有很大的焦虑感 他对生活很大的不安 那你就要知道说 这个是你修行该刻意处理的 这个是你的Theme 你把那个你眼前最大的重担放下来 你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感 你要知道现在压制在你身上的那个行李 哪一个是最重的 你要抛开那个行李 你要先抛开哪一个 然后你在抛开的这个过程 你要怎么抛开它 这个都是你的Theme 对如果说你说好 你有那么强大的焦虑感 你生活上那么强大的焦虑感 你要懂得内外去调制它 外在要怎么调制它 内在怎么调制它 内在就是内心 你要怎么调整 你要怎么样处你的心念 处你的心境 所以让你能够越来越不受到不安的感染 你会让那个不安感越来越不产生出来 它产生出来之后 你怎么很有效率的化解它 外在的的话 我们有好多的那个焦虑感 它都来自于我们太不懂得规划我们的生活 太不懂得规划我们的时间 太不懂得管理我们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生活作型 去营造起一个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起码的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 如果这个都不懂 那这个就是你的Theme 我在产修的时候我原来很容易就是说 就像我原来描述的 如果我可以很熟练的进入一种就是禅定的这种状态 但是自从跟着过去进禅定的时候呢 都是就是像过去就把呼吸集中在这个 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呼吸这个人中的这个部位 或者就很小的一个部位 这个呢就是我很容易 可能也许是最省力的方式吧 也就很容易马上就可以 但是自从就开始练习老师的这个之后 从就通过这个呼吸 然后观察身体的每一个就是复杆 这个时候我现在好像极下丧失了这个 肯定的这种功能了 好 那你啊 你一个聪明的做法就是你不要静气前学 你要把之前学过的东西变成好的基础 你要调整它 然后衔接上这个心的方法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好 你那个透过专注在人中的地方 心可以得到安定 好 你第一步你就先先用这样的方法 你心得到安定的方法 你心得到安定的方法 接下来呢 你还要再跟你还要再提升 那个佛经里面讲 这里面好多可以提升的地方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 你如果你要进入禅纳的的话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深处乐 好 你一定要内在有一个 不只能够取代欲乐的舒适感 它是远远的胜过欲乐 所以呢 那个你是 它越明显的胜过欲乐 你的心就越清楚地看到欲乐的过患 越有信心知道欲乐是可以割舍开的 然后它越笃定的 越长时间的 不跟欲乐交涉在一起 它欲乐的惯性越被弱化 它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一环帮助一环 那你如果你要能够做到深处乐 你必须要把你身体内在的那些细微的躁动都调整 它这个是需要一个更广面的觉知力 它这个更广面的这个觉知力 不是来自于锁着这样子的定力的 你可以实验着看一看 好 你的心有一个程度的稳定了 你要怎么样的在维持着这个稳定感 然后呢 让心去多一点接触 那个身体被造福 那个神经系统它都被照顾 它都被这个呼吸的能量照顾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细节我们当然可以多讲 你可以多去用心的去尝试 它这个不需要说你把以前的东西全部都放弃掉 你可以先好 静坐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你先花一些时间用你以前的方法 达到内心的程度的稳定了 然后你再看你接下来怎么样 衔接 然后你那个衔接的过程你越熟练 你越会看到说你以前用这个方法 其实它是可有可无的 你不必要透过这样的手段 它有更迅速的更直接的方法 我们那个内心的那个安定 你如果你是要用压制的 用那种纯专注的方法来达到安定 那个安定里面有很多的造作 它里面有很多的用力 然后它得到的那个乐感 跟那种那种自然开发 你移除掉盖障之后得到的乐感 那个品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的那个心在能够知道 能够调整 在细微的地方调整你的身形 调整你的心形 它得到那种好处 你会开启出来的智慧 跟你锁在人中的时候 那是截然不同的 我觉得我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人中的时候 只是在当时是放在人中 但是它很快进入禅定的时候 这时候的注意力你就自己已经不知道 它也还是注意在好像注意力一下子好像是 突然之间就是窗户都打开了 然后你的心的这个视野也一下子变得广大 然后身体的这个也不再 就身体的沉重感一切都没有了 这时候也已经就是说这种 你过一开始的时候是说我 我就是知道自己把注意力放在这 但是当进入禅定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这种 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哪 这种已经消失了 OK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就再用这个方法嘛 然后同时不下既定的结论 意思就是继续地探索它 继续地看说你契入禅定的途径 它的那个触眉 它能不断地改良 你能不能够就是很自然的 那个心在隔离开贪忧隔离开浴滩 那你心只要一根触感在一起 这触感它不一定要在人中的 一根身体在一起 一根当下在一起 那马上它就安静下来了 那马上就有你刚刚形容的 这样子的感觉 让这个过程它就越来越迅速的 越来越自然的 好的 我就在刚才说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了 我觉得很好 谢谢老师 好 在那个中部28经的相足迹比喻大经里头 有这么一顿 如果刺身内的眼不被破坏 但外部的色不来到领域 以及没有对应的注意 和没有对应的识的部分出现 这个 是的 是的 你这样子念哦 我实在是不太知道什么字 什么字 我先说一下 我先说一次那个经号好吗 你说中部哪部经 中部28经 28经 《相足迹比喻大经》 《相足迹比喻大经》 因为我说的英文的翻译 它离奇巴黎文跟离奇英文距离好大 所以你光是这样讲 实际上 如果它翻译是比较通畅一点 我应该是应该是会立刻知道了 但是你这样子念 我实在是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个字 而且听起来一点都没有熟悉感 哈哈哈哈 要不要这样找到 那个 呃 呃 我我我我我看一看了 我现在我这个经文在前面 我我看一看这个 呃 你说是跟眼睛有关系是不是 眼睛 啊不是不是眼睛 就是自身内的眼 自身内的眼 我认为就是正知正念吧 那个眼睛的眼嘛 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 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个 呃那个色 呃色 呃 那个三个的做三个的做作用嘛 就说的这 哦OK好 我知道你在讲哪一段经文 嗯 就是 那个 然后 其实它 嗯是 嗯 你在讲 我已经我已经知道你讲的是哪一段经文 但是你去去问 对 就是那个 然后他他说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身内的眼不被破坏 而外部的色来到其领域 但没有对应的注意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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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破坏 外部的色来到其领域 以及有对应的注意 这样有对应的 食的部分出现 凡这样存在的色 射入于色取运中 凡这样存在的兽 射入于兽取运中 就下面 然后我的那个意思 我认为 这就是这段经文 就说如果自身内的眼 不被破坏 而外部的色来到其领域 但没有对应的注意 则没有对应的食的部分出现 这个是隆伯敦张老所说的 心不网外送 他其实实际上有这段经文 这个没有隆伯敦张老 讲的那么深奥的地方 这个中部的经纪 就像我刚刚讲 他很多是已经有 阿皮达摩的色彩里面 他这边他主要阐述的 是讲说意识的这个功能 它是条件合和的 他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 第一个你的眼根 他这个内部的眼 他其实实际上讲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视觉的功能 在没有被破坏的状况之下 意思就是你没有受伤 你不是天生的眼盲 具备了这个条件 然后你要具备另外条件 外在的这个色相 它是能够被这个健康的 健全的这个视觉功能 所觉察到 然后呢 还要有看东西的这个意图 这几个条件的聚合 才会有眼的视的发生 就是阿皮达摩的观念 视觉功能它是合和的 它是条件组合的 同样听觉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用同样这个逻辑 来解释五蕴 来解释六根 他主要就是讲这样子而已 他这里内在的眼 他不是指什么 智慧啊 怎么的意思 他就纯粹讲的 就是你的视觉功能 你的眼根 那眼根 它是没有被破坏 就是你没有瞎眼 你不是眼盲的人 就是这样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心不参与造作的话 不参与造作也就没有取 就是但是如果你一旦辨认出 所缘就已经是在取了 我说这个对 已经所缘的时候就在取了 就是你只要一辨认出所缘 你就已经在取了 并不一定啊 因为佛陀他 佛陀他可以辨认出所缘嘛 对不对 你看佛陀他能不能分辨出 男跟女的差别 当然能够分别出来 他能不能分别出 白天跟晚上的差别 当然能够分别出来 难道说他一有这个辨识功能 他已经是有所取了吗 那为什么这个经就是那个 在那个 这个就是 增织部经有一个 就是比丘那个境界 必须在眼根停止视觉作用 和形色的认知消退时 才能证悟 他的那个意思并不是那个样子的 他的那个意思呢 你如果看他的那个巴黎文原文的话 他是指说 灭盘的体验啊 他不是在视觉的经验里面找到的 他不是寄托在视觉的经验 他还不寄托在任何的根本的经验里面 根本的经验呢 他都是怎么样呢 他都是条件 他都是需要花力气 他就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 他需要有意图 然后这个意图 他只要一消失了 他那个相对应的 那个影像就消失掉了 相对应的那个觉察功能 他就不能够延续了 他纯粹讲的是说 灭盘他是不寄托在这些东西上 他意思并不是说 你要把你的眼睛消灭了 你要做到没有视觉功能了 你才能够灭盘的体验 他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后者是真的 那么意思就是 佛陀或者阿罗汉 他们是一直都是在涅槃之中 他们一直处在解脱的状况之中 难道说他们是一直都看不到东西吗 他们还活着 他们看不到东西吗 但是我认为 他们所看到的那个见闻觉知 跟凡夫的见闻觉知 是不一样的 最后看你怎么解释了 当然 你要从那样角度来解释 也没有错 因为凡夫的见闻觉知 他的一个特色就是 那个视觉的功能 他一发生了 他那个意图几乎是一瞬间的 马上就是 跟这一些视觉的内容 发生关系 没错 英二约他已经在取舍了 英语约已经是跟他 在用一种情感的方式连接着 所以在那个 你若是这样理解 那就没有错了 让我 就会比较那个没啥 只要这个只要一出去 它就自动的它就会带 带着那种瘫的那个 抓的那个铁铁就起来了 那你如果能够 在自己经验上面看到这个那太好了 那就是留意这个 但是不必要去辩论 不必要去辩论说 是不是 只要有 视觉功能你就一定要有谈 因为这个 甚至从理论上面来讲有点说不通 对因为佛陀它是 它是有视觉功能的 是但是 我就说它们的视觉功能 是跟就是说 它的那个食欲 心食欲已经很干净了 就是说它不会 被染你知道吧 是的所以眼睛它已经不成为 是一个漏的一个窗口 对对对对 它已经是不会往外露也不会往内露 它这个露这个字很好玩的 它那个阿修啊它的巴黎文 它也是往外露还是往内露 什么叫往内露 就是你眼睛看到东西 凡夫是眼睛一看到东西 马上就有东西漏进来 它马上就有某一个东西在污染着它 对对对 在迫使着它心里面有某一种 取舍 趋向 对对对 然后往内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里面它 藏着那么多的 这些冲动啊 烦恼啊 随眠啊 它像是佛陀面形容说 a string wound 那是一个发烂的一个窗口 那个那个伤口 那伤口还是流浓出来 所以它也从里面露到外面来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 它不只是外面都在污染你 你里面的东西在污染外面的东西 被你看到的东西都 都是变成是杂染的东西了 那你只要重点就是在 好 我这个东西我理解之后 我怎么帮助我修行 这样就好了 然后那个理论的那个部分 到底看到东西 你看到东西它里面是不是一定有烦恼 这个东西就 看你怎么定义了 这个就是说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解说它 所以有可能 假如说你们是这样理解的的话 那就 那就是见仁见智 这不一定是对错的问题 这只是角度 你诠释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这样子的问题而已 一直回到说 这个东西怎么对我有用 这个东西它怎么样帮助我洗衣苦 然后如果从你那个角度 你刚才讲的那个角度 它帮助你 让你的心更清静 对 它提醒你说 我们这样一不小心 那个心马上就漏 甚至在看这个简单的动作里面 它都有漏 那你从这样了解 那了解太好了 不是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是这个 眼识一出去 你只要一辨认就取 就是你已经取了这个东西了 就是说它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不对 它有这样子的这个可能性 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 所以呢才不会说理论上变成了 你的修行是说我眼睛不要看了 不是 你看我就有 对因为刚刚那样的那个叙说法 有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 那个重心 就是放在 我这样的理解 它怎么样能够 让我的修行更精致化 然后这样的这个理解 它可以是等于是 你日常生活中 在一个 规范着你六根接触六层 的一个 一个主导的一个政见 那这样的了解就非常好 那他们如果他们的 对立的讲法 对立面的讲法是说 你看到东西 不一定 就一定是有所取 那也是有那样的 那个讲法的角度的 就是我们看东西 真的是能够 见以见为亮 闻以闻为亮 还是单纯的 只有那个 那个河流 你可以做到如此的干净 就我们起码我们的人生的 目标是这样的 我们人生的目标 是做到要做到 最干净的状态 连一点点的漏都没有了 一点点污染 任何能会制造出未来痛苦 可能性的 因为所有的基转 通通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 那样的境界也没有什么好争论 这我们是可以同意 那是可能的嘛 对不对 就是 你 我再说一个 就是那个 杂布经 有一个 有一句话 就是说 石由于玉的 相应布还是是杂 杂阿罕 还是杂布 这个就不是 杂布经 我也不知道 是杂布经 有杂阿罕 有相应布 他们是想退印的 没有杂布 他进入赤火里头 那个 他摘入的 张应布吧 张应布 就是 他说 石由于玉的舍离 所缘被切断 你看 对对对 心石就失掉基础 因此 不所依 不眼睁 不起任何作用的心石 就获得解脱 对 OK 他这边你要知道 那个是这个字啊 他在佛经名 有不同的用法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涅槃 也被形容成是一种是 涅槃啊 有的时候被称为是一种 没有出生的事 没有方锁的事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是 他讲的是涅槃 有的时候呢 他讲的是 他纯粹的觉知的功能 有的时候呢 这个是 它是已经含藏着 动机跟烦恼在里面的 他叫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佛经里面有的地方 他讲的 事运就是心形 事运就是心形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如果从这样的 后者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事运的发生的那一瞬间 什么叫事运 事运就是 某一个经验发生的时候 你心里面已经说 我跟这个经验相处 嗯 我跟这个经验有某一种关系 你已经在寻找这个经验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能怎么吃它 它在什么程度上 可以变成你的食物 它在什么程度上 它可以被你囤积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种事运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形容为 这个叫事取运 嗯 可是有时候佛经 它也不这样分别 所以 所以这个是文字上面 它定义上也不一样 佛经上 它也有讲到说 涅槃 它就是 它是一种 没有降落到任何地方的事 它也用是这个字啊 是不是 所以重点呢 是在于说 这修行到了 深系的地方啊 那很多那种很快速 难以捉摸 难以形容 它甚至在文字出生之前的 那些原始的经验 它是不容易被界定的 它是不好被界定的 所以你如果你跟一些 修行上已经有基础的人 谈话的时候 你只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就很有可能 实际上我们不是在争论 那实质性的东西 我们在争论的只是 看起来 那个不一样的 只是在那个界定 那个定义 的这个层次上面 然后尽量 到了这个层次之后 你就是依靠你的直觉 我们的直觉最终 它就怎么样 你怎么样能够做到 最干净的不执着嘛 最终就是这样子了吧 就是那个 上个星期 有同修在问 干净的心啊 那个心形啊 还是开冒问的 那方面的问题 那问题就是很难 很难把它讲得清楚的了 你最终你只能够归结 就是好 你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模式讲 你去检查 那里面还有没有执着的动作 就是这样子了 如果说你体验到的是一个 是一个绝对清净的心 然后你怎么知道 这个是不是外道的 还是这个是涅槃 最终你知道的方法就是 它里面有没有执着 外道的那个 那个对清净的心就是 它里面还有 它在巩固着自我 这还是那个心降落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差异而已 最终 这个如果这个 就是说 就是想解脱嘛 就是想抽离嘛 想咽咽 然后就是说 那您说 这个真是没法干事了 这个 我没有听得很懂 什么叫做没法干上 我听不太懂 不是 没法干事了 就你那呆着 他不愿意做任何动作 他也不愿意做事 他如果 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如果那个 稍微有预起来的时候 那个心就会 就会波动被干扰 然后他就会 自己就坐不住 就是想干这个 又想干那个 他如果要是特别安静的话 他就坐那 他什么都不想干 这我也觉得是一个 我没有听得很懂这个问题 所以 所以 所以问题是什么 所以 什么叫 所以 呃 他不想 他不想做事情了 就是 他不想做事情了 他就 那问题是 你接下来 马上会要面临的问题是 还是一直这样子吗 不是啊 所以啊 就是很 我现在 那个内心 他还有 被挤压的可能性 对对对 那所以 当你 当你 那个 被挤压的时候 你又会想要干事了吗 对啊 他这个 所以 你可以两个层次 一个是你被挤压的时候 你就 非要干事不可了 非要了 没有选择的嘛 行事 比人强嘛 是不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若你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 你知道你内在还有这样的随名 还有这样的潜力 还有那种被挤压的可能性 那么你就是得继续精进用功 然后你精进用功的方法 不是说从头到尾都是在卖力的精进用功 我精进用功的意思是 有的时候那精进用功 就是维持着那种不干事的状态 可是你要在那个不干事之中 你还要再用功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那不干事的状态 不是说就真的就不干事 而是你还在了解着 还有什么力量 会逼迫他 那这样子的这个 不想干事的状态 它是有什么力量让他动荡不安 他为什么不能维持 你还在看这个是不是 所以那个不想干事 它不是真的不想干事 它不是说像睡着昏迷一样的 是不是 它这个理念它是一种 随时都有机会再继续努力 随时都有机会再找突破点 的那个可能性的存在 是这样子的不想干事 这样的不想干事 那可能是很高明的 那是很有用的 对不对 老师那个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说 您说的那个饱足感 那饱足感 我真是有饱足感 就是不想吃饭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哈哈哈哈 是啊 就是对食物好像就是 一有那个感觉上来 它那个就是对食物 就是一点欲望都没有了 这个这个是禅修 禅修后进步的人 几乎必然有的 身心现象 那我说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可以就断食 你就是要提醒你自己 说 我为了要能够延续这个生命 我把饭当成是药来吃 你就是这样提醒 因为我是在 我是在治病 治什么病 会饿死的病 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完全不是 以这个取乐 我完全不需要 以这个取乐 因为我的心是如此的饱足 我完全不需要 透过育乐 来得到饱足 你也不能不吃嘛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可以 减食或者是那个 对对那当然 减食是非常好的事情 你在这种状况 在减食 那是理所的 我们人只需要 一点点的食物 你就可以修行 一点点的食物 你可以一天就只吃一餐饭 然后那一餐饭就是七分饱 就是五分饱 你甚至隔天就断食一次 两天是一餐 你都可以活得下去 然后你自己要调整 你自己要调整说 怎么样恰到好处 吃的少 它不但 不会破坏你的修行 你会发现你身体轻了 你人变舒服了 你脑筋变清醒了 可是它会到一个 它有一个程度而已 你在饿过头了 你会没有体力了 然后你那个身体的热 它就不容易产生出来了 所以你要那个恰到好处 但是你可以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观念 那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 我们人身体不需要多少食物 我们大部分塞进身体的食物 通通都是垃圾 它通通都是变成阻塞 它跑到身体里面 就是让你变得血糖过高 让你脂肪变过高 让你变得脑满肠肥 让你那一方面的 对那食物的依赖心 越来越深 让那昏沉感越来越重 让你睡觉的 就是睡得不省人事的 都是昏睡的 那都是 几乎一大堆都是食物造成的 让那个食物把它降到一点点 可是不能破坏到你的健康 你要想说我要延续我的生命 对于修行者而言 我们的时间是太宝贵了 这个生命是太珍贵了 老师我那个就是觉得 这个修行就是 老会反反复复的 就是说这些日子 有一段时间挺好的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 我就又又又怎么呢 就 我也不知道 就是觉得那个心那个地方 就好像就有快了 就好像很痕的那意思 然后 我又马上又放开 然后 反正就是说的 就这么反复的 好你要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你要观察到 那个真正 一直一直在反复的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就是你完全不能够改变 这个反复的事实的部分 那部分就是非我 对 这就是这个现象 它的本质就是这个样 它就是一直在反复的 你 你是没法 对于这个是没法干事的 好 然后呢 然后 我在学你的这个用法 然后我们在 台湾在美国 是没有用过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没法干事 我今天在学会的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 好 你那个反反复复 如果讲的是 那个惯性 烦恼 那种障碍的的话 那你就要 提高你的修行的力度 把那个反复的东西 变得不反复了 你就是要知道 好我以前 我用这样子的力度 用这样的方法 对治它 是不够的 然后你下定决心 要把那个反复的东西 把它调整过来 然后你这样子做 很努力的做 干净利落的做 你做到一个程度 你会发现到 你的生命里面 有好大一个区块 那个反复 你是无法干事的 就是它是 它就是反复 它不管你做什么 它就是反复 那就是非我 就是 就是我 我现在就是觉得 就是不能 加什么东西 就是 你不能给它 添什么东西 你也不能去做什么东西 你只 只是 你只能变成一个自然人 你不能成为社会 就是说 你就是 很放松的 就是自然的 爱怎么样怎么样 就这样 我有时候 就 只要我一 我一说我要做什么 就完蛋了 是 你那个修行 越到后来 越干净 你越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你会发现到 你发现到过患 已经不是一般人看到的 那个肮脏的事的过患 你会看到 每一个动机里面都有过患 对 每一个内心的活动 它都有过患 每一个内心的流出去 它都有过患 对对对 就是稍微的意 真的 那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太好了嘛 那就是你继续 继续这样子看下去 那连那个最后一点点的骚动 它越来越干净 嗯 不过就是说呢 有的时候就很想 那时候好的境界 怎么怎么发生的呀 我就是 那你可以再看吧 那个反复的那个部分 那个反反复 你在讲那反复的部分 它有没有造成的烦躁吗 嗯 还是说那个反复的部分 你越看 你越看得到 这是它自然的一个部分 嗯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你不再对它做无畏的实力 不再对它做无畏的抵抗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好 你看到这个 对不对 那个反复的部分 你还有一点点的不干净的地方 就是你对那个反复的部分 还有一点点的抱怨 嗯 还有一点点的觉得 那是反复的 对你如果是更干净一点的话 你就是 这就是大自然 你那心里面 连那个一点点在对它 那个 在反抗的 在那边抱怨 在觉得这个不对的 那部分他就休息了 那个都没有用啊 对对 都没有 就就是无关 我也 尤其有得体会好像是 是 所以你修行 你如果能够到这样子 那就是可以 日常生活中 就是像你讲的 这样子 自然 可是呢 精进的 不断的看到 念头都有过患 动机都有过患 你只要你那心 它一发动 它一启动 它都有过患 对 就是看这个 对 这是很高明的修行法的 嗯 就是它一启动 就是在心那个地方 就稍微那么一波动 有了 就不舒服 连那个呼吸都觉得 就 就真是有压力感 它就有点 那个憋 憋 憋的那个感觉 就是 一切行皆苦 一切行皆苦 然后出不行的止息 才是乐 没有 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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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